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位同修分享道 没有学习佛法之前的我 习惯以一天来计算着过自己的小日子 刚刚学习佛法时 我习惯以一小时来计算着过自己的小日子 当我许愿一年内读完一千章白话佛法时 我习惯以十分钟来计算着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我可以利用灵星的十分钟空闲时间 来读完一章白话佛法呢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长 原来我家里下水道经常读 有一次大年三十也读上了 家里气场也不好 学佛才知道是房子有灵性 通过给房子要经者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下水道再也没堵过 真的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困扰我这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菩萨妈妈 每天坚持念礼佛大忏悔文 消肠道业障 现在几乎每天都能正常排便 以前严重便秘 感恩菩萨妈妈保佑 帮助我们自己可以消夜还债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慈悲的台长 我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给我爱人的药经者 念了十四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爱人多年的鼻炎彻底好了 原来他吃了好多鼻炎的药 还要喷的 就是不透气 还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 难受得不行 经文组合小房子 灵验无比 真的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人要有智慧 有一天 几个白人小孩在公园里玩 一个卖青气球的一个老人推着货车进入了公园 白人小孩聚在一起每人买一个性高采烈的走掉了 这个黑人小孩非常羡慕的看着 不敢过去 因为他是黑人 他很自卑 在白人小孩身影失去之后 他灿灿微微的走过去 跟那个老人说 你可以卖给我一个青气球吗 老人慈祥的打量了他一下 孩子啊 当然可以 你要一个什么颜色的 我要一个黑气球 这个时候 满脸沧桑的老人 诧异的看了看 黑人小孩 黑人小孩拿过青气球 小手一松 气球照样在蓝天下飞翔 老人拍了拍 这个黑人小孩的头说 孩子啊 你要记住啊 气球 它之所以能够飞上天 是因为气球内充满了青气 而不是因为他的颜色和形状 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 不是因为他的种族和他的出生 关键是在他心中有没有自信 那个黑人小孩就是后来在美国 实名全美最著名的心理学家 基恩博士 我们学佛人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上 自己去做一点事情 被人家一讲 马上就改变了 不要活在人家的眼睛里 明明自己做的对了 被别人眼睛一看 觉得自己做错了 又改变了 想一想 有多少人的失败 一辈子不就是怕人说 怕人看不起吗 所以坚定的学博愿力 慈悲的为人 你一定会在社会上 受到别人的尊敬 这就是博法界讲的 人成继博成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